被张艺谋捧在手心的心境,猛女郎刘浩存,最近的发展势如破竹。 作为新人,刘浩存演技单薄可以理解,相信经过打磨之后,演技会有质的提升。 没想到的是,还没到演技无可挑剔之时,她的资源已经一起绝成了。 难怪网友调侃刘浩存是张艺谋的亲闺女,可能是圈外人无法参透圈内人所指的天赋。 以至于大多数观众都get不到刘浩存青涩的演技,认为其称不齐有分量的角色。 但曾与刘浩存合作的实力派演员张艺却把她夸成了此女只因天上有。 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天才,浩存,你的天赋已经足够,让我羡慕了你从现在开始忘掉你有天赋这件事情,因为她已经长在你的骨头里了。 除了演技备受争议之外,出道以来刘浩存的颜值变化也成了网友热衷讨论的话题。 作为某女郎,刘浩存的气质毋庸置疑是独特的,但其长相却并没有让人惊艳。 五官算不上标志,甚至给人一种憨厚的笨拙感。 但通过一番包装后,刘浩存的颜值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日前,刘浩存出席活动的造型惊艳四座,氧气感十足,眼神如小鹿一般清澈灵动, 脸部线条干净利落,还很具备又态感,笑起来超甜。 刘浩存也因此圈了一波盐粉,由于出道前后颜值变化大。 以至于不少网友质疑,刘浩存去动了脸。 6月25日,专门看脸的男网红逸晨分析刘浩存的脸时直接吐槽其为整容脸。 逸晨表示,刘浩存整张脸都透露着天然感和青春感,这是某女郎们的共同点。 难怪张艺谋评论其干净地像一张白纸,能经得住镜头的考验。 逸晨认为,刘浩存的眼睛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代表。 一双又大又圆的葡萄眼搭配饱满的卧蚕灵动又清纯。 除此以外,逸晨表示刘浩存的鼻头和整个轮廓都有极好的流畅性。 他夸赞道,刘浩存的鼻梁十分高挺,颧骨略带骨感,综合了很多幼萌的气息。 换言之,刘浩存的脸具备大家向往的骨香美,加之它的颅顶高度十分优越。 颠骨发育饱满,湿妥妥的,头包脸。 小编认为,刘浩存之前美中不足的,是有轻微的秃嘴和下巴后缩。 而如今的刘浩存,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 由此可见一尘暗讽,刘浩存整了下巴。 对此,刘浩存的校友辟谣称其美整容,他确实没整啊。 上学时候天天看见他。 他班文化课教室在我班旁边,在被问到刘浩存真人是否好看时,校友肯定了刘浩存的超高颜值。 当然好看了,挺可爱的,声音也好听。 其实,大家不必纠结刘浩存的脸是否纯天然。 既然能入资深导演张艺谋的眼,可见刘浩存就不会难看到哪里去。 在出道以前,刘浩存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颜值网红了,还曾被屏上笑花,如今还能成为某女郎。 可见她的颜值不一般,如果刘浩存呢,好好打磨演技就会更完美了。